一言玉兔于2022年 与导演老公豪吾尔登记结婚 童年一来儿子的诞生 近日夫妻俩在节目中谈言 婚后曾有过一次大争执 当时老公接下了在韩国的拍摄工作 但因时间紧凑没时间完了 结束工作后就直奔机场 所有老公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小孩 让玉兔可以去逛免税商店 于是他就放飞自我去购物 然而准备结账时 平时脾气很好的老公 却对他动怒大喊飞机快起飞了 夫妻俩急忙推着婴儿车 狂奔到登机口时 慌张得无法顺利收起婴儿推车 导致整班飞机都在等他们 上了飞机后又发现儿子的袜子少了一只 疑似是在抱着孩子奔跑的途中掉了 接着老公忍不住情绪爆发 大声指责玉兔逛太久 吸引全场目光 令玉兔感到十分委屈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回到台湾 老公一进家门就直接回房睡觉 隔下玉兔一个人抱着孩子哭泣 让他不仅怀疑自己的人生 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过他认为这就是人生 已经结婚了 不能轻易说分开 因此会想尝试和老公沟通 而老公睡醒后 除了传讯息道歉 还从外面买了朵玫瑰花回来 但忍不住自责流泪 让他立刻心软 夫妻俩也因此和好如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